新传媒中文时事组节目《星期二特写》推出《福生街影》第二系列 带公众重游新加坡的几条老街 看老街的过去和现在反映不同地方的老街风情 一共六集的系列将讲述牛车水的宫西街和克纳街的金西对照 以及张仪和牙龙的独特发展 制作团队下午在新达城的嘉华电影院举办首映会 出席嘉宾包括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茂工部高级政务部长神颖 这些地方可能对很多新加坡人来说 它可能是一栋比较古老的建筑 不过大家不知道这个建筑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有什么样的人物进进出出 而且他们在新加坡的这个历史上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讲述牛车水历史的首两集 以一个居住者的经历带观众走入那个地区的历史 我希望更多年轻的新加坡观众呢 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手法 让他们更多的接触新加坡的历史 新系列节目还配合了电脑美术 希望呈现手法能给观众不一样的感觉 同时吸引年轻观众 很多人呢对于所谓的三维电影 不管是声音也好影像也好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花了不少的心思 收集到一些照片和一些旧影像 通过一些电脑制图 希望能够给它一种立体的感觉 《福生街影2》系列将从11月14号晚上8点30分起 在8频道播出